中国高度的姚明还是创造中国速度的刘翔 是新生代偶像艺舰连还是一位金国女将呢 目前这已经成为中国观众最火热的讨论话题 对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言 无论是在体育官方机构还是广大观众的眼中 姚明和刘翔都是中国代表团棋手当人不让的人选 棋手是代表团的形象 以往中国代表团选出的奥运棋手 都是高大军朗的蓝蓝运动员 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棋手王立斌 到后几届夏季奥运会的棋手宋涛 宋立刚 刘玉仲 他们的身高都在两米以上 他们抢眼的身高加上从容不迫的气度 代表了中国体育健儿的良好风貌 身高两米二六的姚明 是国际上最为著名的中国运动员之一 也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代表团历史上身材最高的棋手 四年前的雅典奥运会 姚明担任中国代表团入场时的棋手 创造了当时各国代表团棋手中的中国高度 引来了同场行进的别国运动员拍照留念 可见他的受瞩目程度 在NBA征战多年的姚明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都积累了相当的人气 因为他带来了其他中国运动员无法理拟的国际影响力 作为当今中国南篮的领军人物 姚明除了要带领队友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篮球赛场上奋力拼杀之外 能够连任奥运棋手也是姚明的一个美好愿望 棋手这担子是非常重的 上一次我当棋手的时候我感到莫大的兴奋 莫大的激励吧 这个感觉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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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妙 当然还是在其他国家举办了奥运会上 我不知道在自己的祖国参加奥运会 如果可以举棋的话 到时候会有什么新的感觉会 可以感受到 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 刘翔以110米跨篮冠军的身份 成为中国代表团的棋手 展示了中国速度的风采 随后以12秒88的成绩 又一次震惊全世界 作为中国在田径男子项目上 唯一的大满贯得主 正是因为刘翔使得田径这个国人眼中的冷门项目 一夜之间变得炙手可热 随之而来的商业宣传公式 更是把刘翔推到了人们谈论的风口浪尖 在北京奥运会即将到来之际 被誉为亚洲飞人的刘翔 无疑将是中国在田径比赛中的夺金希望 顺其自然就可以了 其实我在奥运会也参加过了 对啊 世纪赛都参加过了 当然北京奥运会应该说是在自己家门口 对啊 可能会有些压力 大家对我的期望肯定也特别高 我觉得还是放开包袱 自己全力以赴脚踏实地 对啊 向前冲吧 在被古巴小子罗伯斯以0.01秒的微弱游戏 刷新男子的110米蓝世界记录之后 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任何言论 但是我们了解的刘翔是从不服输的刘翔 除了姚明和刘翔之外 2007年进入NBA 人气大涨的易建联 也是奥运棋手扑升很高的另一大人选 21岁的易建联身高2米12 年轻俊朗 球技精湛 在2007年加盟NBA球队米尔沃基雄鹿队之后 迅速成为年轻一代中国体育迷的新偶像 人气直逼甚至一度超过姚明 虽然有关部门曾表示姚明和刘翔 是担任棋手的最合适人选 但如果中国代表团按照以往惯例 选择篮球选手担任棋手的话 由于姚明上届已经出任棋手 从现在的中国男篮队中 另外挑选新的奥运棋手也是有可能的 在国内联赛表现出色 人气颇高的王志志和转会新泽西网队之后 人气持续暴涨的意见连都有希望和姚明竞争棋手 在2006年多灵中奥会上 奥运金牌选手杨阳就光荣地成为 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的第一位女棋手 因此在这次北京奥运会上 出现一位奥运女棋手也不无可能 多届跳水奥运冠军郭晶晶 北京籍的乒乓球奥运冠军张一宁 以及上届奥运会女排冠军成员赵蕊蕊 同样都有很高的呼声 说不定她们中间的一位 就会成为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夏季奥运会上的第一任女棋手 对于喜爱中国篮球的朋友们来说 这张不起眼的乒乓球台 在中南海西花厅已静静地摆放了几十年 它看上去普普通通 却又包含着特殊的意义 这张球台是中国乒乓球男队 在第26届士兵赛上夺取冠军时用的 它是周恩来重视体育锻炼 和关心体育事业的见证 每逢国际大赛 细心的周恩来总有一个习惯 无论多忙 他都要秘书把比赛秩序册放到办公桌上 并让他们随时报告每一局比赛的结果 有一次由于比赛中中国队输了一局 秘书没有及时报告 被细心的周恩来觉察到了 后来又到了另外一盘赢了 我就进去了 他说你怎么回事啊 你这中间肯定又打了一个人 你怎么能进来啊 我说是 我说那个 输了一局 他输了一局 那你也该进来 这个比赛嘛 总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胜负兵家 兵家常事 胜不骄败不美 是周恩来常常对运动员们说的一句话 松崎军代 日本乒乓球国手 曾在世界拼坛上称雄一时 被周恩来数为中国运动员学习的榜样 他特别的表扬了松崎说 他肾也孝兮是败也孝兮兮 这个非常有这种大将风度 就是很有肾不骄败不累这种典范 这么表扬过松崎军代 要么很好向他学习 周总理去见我们的时候周总理讲 我们运动员呢 无论以后遇到输和赢 都应该有风度 很坦然 表现出我们一个大度 输得起吗 1959年9月30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了国庆十周年的盛大国宴 国家篮球队队员杨伯雍和他的队友 在刚刚输掉一场国际友谊比赛后 被周恩来邀请参加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 包括战功赫赫的将军 当着将军们的面 周恩来的一番话让杨伯雍至今难以忘怀 一进门的时候呢 有很多将领 在那周总理一进下来 我们一站的地方 有将领 一见总理呢 啪就在这 来来来 你们这个篮球队员过来 你问问他们这个 这些将领 他们有长胜将军没有 包括总理没有 你看嘛 你们虽然参加没有关系 没有长胜将军 刚刚在第一届全运会比赛中 连夺三角短跑冠军的江玉民 也参加了这次宴会 周恩来对他说的另一番话 让他铭记至今 总理就给我说 他的将领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运动员出名啊 肚子年轻 你看看这些老一辈的 他们这些战功 到了人民大会堂来坐在这里的时候 肚子经过生死 评补 新中国工训都是 可你们的勇与和你们的年龄非常不相成 你们的勇与那么高 可是你们又很年轻 你们没那么多精力 所以你们自己要明白 你是代表 而不是你本身有多了不起 总理老子叫我们不要骄傲 经济体育们总是有胜有福 生败也是兵家常识 这很正常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就是一种精神 一种风 周恩来要求运动员们 技术上要过硬要赢 但要赢的让对手心服口服 中国乒乓球队队员梁哥亮 在一次国际比赛中使用的一副球拍 曾经引起争议 他用的这个球板 我通俗地讲就是鸳鸯板 两面性能是不同的 性能不同的 用来发球来交换技球 对方有的时候搞不清楚 一会认为赚了结果是不赚 那么发球有的时候还在桌子底下 换来换去不给对方看 有些运动员不大适应 输给他了 对手输球后有些不服气 周恩来知道后亲自过问这件事 要求乒乓球队说明情况 我就给总理写了一个 长焦性能的分析 凡是掌握 凡是使用长焦的运动员 他比别人付出的还要多 他还要经过很科普的训练 才能够用这个球拍去战胜对手 所以呢 并非是拿了这个球拍就能赢球 武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不是决定的因素 决定的因素 还是靠他本人的技术水平 我最后是这样写 给总理写了一个报告 我就亲自把这个报告送到国务院 我就交给季东同志 那么我就把这封信拿着这封信啊 给总理报告 当面给他报告 我说今天 梁林郑东的到西北门 我见了他 关于梁安哥梁的这个拍子问题呢 他经过检验是符合平联比赛的规定的 没有任何这个这个不符合要求 那么总理听了我这个回报嘛 当然是他就说 那既然符合平联的要求 这个拍子呢还可以继续使用 我是非常觉得佩服总理 很细很细 那个对平凡球对所有的事情 他都要知道 这样才能知道为什么人家会不服气 从过去也经常讲过 就是这样的事情 技术上 需求 怎么总结 不责怪你们 但是在作风上 树立风最要批皮 这方面他是特别恰的 好几次他都讲到这里 他什么时候都特别强调的 在场上的作风啊 包括你带人接我啊 那是特别强的 共和国领导人对运动员十分体谅 有一件小事给杨国庸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跟一个外国队比赛 临开赛十分钟 刘少奇主席跟中央那些领导人 到领导人 到领导很多 就有点紧张了 打得不是太好 当时呢后面就议论 这个打得不好 那个打得不好 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刘主席一看 回头就讲 你们什么工作都很难 打球也很难 打球不可能常常打好 你们讲什么 少一乱 多鼓励 多鼓掌 和刘翠才和平都不讲话了 我们听了都笑了 对运动队的内部建设 团队精神的培育 国家领导人也给予了充分关注 我觉得在我们那年代里边 何老总也好 陈老总也好 包括总理 他们都非常忠论运动员的文化程度 运动员的素质 运动员的品质 他非常注意这方面的教育 那人何老总还是很想把我们培养成一个有知识的 所以他是说了 总理也说 要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要负责 这是他们的责任 要教育我们 他们常常能敏锐地发现一些问题 及时予以解决 林慧卿和郑敏之 是乒乓球女子双打老搭档 他们至今仍记得周恩来过问的一件事情 当了教练以后 那我想 后来准备三十二阶世界比赛 准备三十二阶世界比赛的时候 我也是想的也很简单 我想郑敏之 因为一般运动员比赛之前 都会心情是比较紧张的了 但是我就觉得 对郑敏之 因为我觉得他是老队员 我就觉得应该高标准 言要求 就是我想你是党员 所以应该用党员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应该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你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就因为他有时候训练之前经常急躁 有点不顺心 就不高兴 就影响了训练 我也很着急 我说快要比赛了 世界比赛 你还练成这个样子 情绪还不稳定 所以我也就严格地批评他了 他练得我实在实在受不了了 我抗议了 我抗议了 我说我那天没想到晚上呢 周总理呢 接见要看我们打球 总理就看到了郑敏之眼睛 有点红红的 就问怎么回事啊 就张之洞正好就在总理那个 就告诉那个总理呢 说林北京批评了郑敏之 后来比赛完了以后 总理就把我叫过去了 总理说你批评是对的 为什么他不接受 因为你这个批评嘛 现在是在出征前 出征前 他的思想是很烦躁的 你这句话呢 要搁的平时 他不会有意见的 你搁的暂时了快 那就是刺了他 看来你还要好好学学习 唯物辩认法的心理学 听了总理的指示以后 我马上心里就开窍了 我马上找这名字 我说我们好好的 准备世界 我说前一段 我说我也太激躁了 他听我这句话 他也就松了一口气 所以一下子我们就很好的 就团结在一起 共和国领导人 对运动员的关心和爱护 体现在方方面面 大到政治思想 赛场作风 小到起居饮食 身体伤病 哪怕是一件不起眼的事情 都会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 我们当时在体育学院训练 然后霍龙他就来到体操房 在看我们练习 完了以后 我们就 他就集合完了 就问我们 你们有什么要求 当时我们想有什么要求 我没有地毯的 没有那个就是 那个自由操的标准场地 没有地毯 当时是地毯嘛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想要一个地毯 就是要一幅地毯 结果完了后论就说 好 秘书记住 就让秘书给记下来 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结果大概是不到十天吧 他地毯给送来了 送了一个标准的 就是红地毯 那个毛的 红地毯 那是我们那个中国体操的 第一个最好的标准的场地 自由操场地 国家体育总局 这个楼 原来叫运动员大楼 在盖这个大楼的时候 总理听了汇报 完了就是 当时就是说 运动员的宿舍里边 都是扬灰地啊 后来总理就说 要保护运动员的关铁 都赶上地板 这说明对运动员 非常关心的 毛主席啊 那个周总理 何老中啊 那个时候 差不多每一个月 都要来 工资那么晚 来的时候 他经常问 吃的怎么样 住的条件怎么样 经常去看看我们餐厅 吃我们的菜 寄出来了 要吃什么 不要吃什么 那么具体的 我们的伙食都是 比较高 脂肪高蛋白的 这种比较多的东西 总理只是 应该多吃点 那个豆子品 另外要吃点杂粮 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 党和国家领导人 带头结衣缩食 和老百姓 共度难关 毛泽东 连最爱吃的红烧肉 都不让做了 该吃素食 身材高大的他 这时的体重下降到75公斤 但是 国家给运动员们的供给 却是个例外 运动员 虽然那时候是特供 总理批的特供 保证供应 三年困难的时候 那国家对没有什么 受太大的影响 困难时间 总理和 碰到他们山顶去 然后交去一个大袋 那是 那供应比较困难 都是 蔬菜 什么东西 直接和 训练机 这个 夸口 到我们国家 训练的夸口 那蔬菜不禁不便宜的 从那儿直接 送到这个 训练机市场里面去 这都在当时困难 解决了个大问题 解决了个吃菜困难的问题 我们这十几二十个人 由于什么呢 领导上就是什么呢 理想主张 他吃饱了 做邀请 那今天不能给他饿了 不管是北京鸭子也好 鱼也好 鱼也好 什么也好 反正是又累 都有供领他一天一斤多 就是保经我们也用 那老实讲 全国困难的时候 人民还死不保 我们还坚持 那我们这个什么呢 能够真实这种条件吗 1957年 举重运动员陈敬开 在训练中不慎扭伤了腰 得到贺龙的关怀 何老总 专门就是说 告诉这个 他们医务室 当时的早成功 那个大夫 你要给他找最好的大夫 给他 专门就是说 这个 给他去治疗 后来跟他反映说 有一个大夫 就说 专门这个 这个 治理比较好 在天津 那好 就给他调来 他一句话 就给他调来 陈敬开腰伤的情况 也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一直记挂在心 1959年 国庆十周年期间 陈敬开在机场迎接外宾时 遇到了毛泽东 就于休息室前面门口 他看到我 他的问我 他说你的腰搞坏了 行了没有 好不好了 好了没有 嗯 我说你知道吗 我知道 他知道我 要么曾经我知道 何总理 都给他讲过 就是我腰搞坏 搞坏 但是什么呢 四个都 59年 他还记得 韩文我腰好了没有 行不行啊 我说 既然关怀我们 确实是 无微不忧了 受到共和国领导人 无微不至关怀的 远远不止 陈敬开一个人 游泳运动员 七列云 在打破世界纪录后 七关节受了伤 这件事惊动了贺龙 他说 何总怎么说呢 他说 我们国家呢 出一个运动员不容易 他们不是我们的宝贝 都是国宝 你们有好好的 想办法治疗好他 不管用什么 付出多少的代价 用多少的时间 都要把治疗好 不要让这样一种宝贝呢 就终就没有了 就消失了 许多乒乓球国手 至今仍记得三十多年前 周恩来亲自过问的一次 紧急人事调动 七三年 就是我们准备参加 那个三十二届世界竞标赛 那是在 北京这个首都体育馆 看完了训练以后 周总理就讲话 到最后就问 哎 这个 这个队里边有那么多 女运动员 有没有去有女大夫啊 后来当时 大夫有 但是没有女大夫 后来总理说 那么多女队员去 怎么样 好像没有女医生去 就马上就让他们去 那是找了一个有医院的 张恩的医生 马上通过外交部 给她那个办办所需 就跟着我们去 我们也是很受感动的 这他考虑问题非常细 在你批评以后 以为这事情也就算完了 这次也就过去了 总理回去的路上 回到办公室 他就在 在部署了 到处去问 哪有大夫 马上就可以出去 西藏翻身浓奴潘多 在1975年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从北坡 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女运动员 他清楚的记得 在珠峰7600米处 吃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 派专机运来的苹果 我拿了个苹果 我非常激动 一边咬一边我最想的 没有理由我们不想 对我们这样的关怀 我是忘不了 一辈子也忘不了 真的 更让潘多忘不了的是 当登山队攀登珠峰 胜利归来后 党中央在北京 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 在庆祝大会上 潘多被特意安排 坐在了邓小平的身边 你哪里人 我是西藏人 你普通话说的不错 亲切 我很幸福 这么关心关怀 我一生当中难忘的 因为我是过去苦出生 没有共产党 没有我今天的潘多 我一直是这样的悬崖的 的确是这样 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 正在救了我们这些西党的 翻山浓浓 不解放的话 哪有今天我的盆土 是这样的 我一直是这样的 因此这个 就因为这样感激我才拼命的 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一定要为党 为这个毛主席 为人民要回报 隆高堂是周恩来贺龙 亲自培养的体育干部 他长期工作在第一线 率领中国乒乓球队 创造了辉煌 除了办公室和贺龙的家 隆高堂常去的地方是西花厅 从关心这个体育事业来讲呢 中央这个国家体委 从贺龙同志当体委主任 以及后来的隆高堂同志 等等这些同志 对周恩来从个人感情 从他的工作关系都非常紧密 所以周总理呢 随时可以把他想到的 或看到的体育方面的事情 造约他们来谈 作为西花厅的常客 即便为国球辉煌立下了大功 隆高堂也难免受到周恩来的批评 在一次足球国际有意赛中 由于对方球员动作粗野 观众在赛后围堵 观众在赛后围堵了客队 隆高堂为此受到了周恩来的批评 地点就在西花厅 那天晚上夜里大概后半夜三点钟了 办公室打电话就批评我 批评我你为什么请了来 今天友好比赛吗 怎么能这样子 我说我知道这个事情后来解决了 后来解决的影响已经不好了 把我叫了去 批评过后周恩来又给荣高堂出主意 建议在门票的背后写上 将友好尊重双方运动员 尊重裁判等字样 营造良好的赛场氛围 就这样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从一点一滴抓起 从一点一滴要求 铸造出新中国的第一代优秀体育工作者 新中国体育各项事业的发展 运动员的成长 渗透着共和国领导人的心血 照片里的这束鲜花 见证了共和国总理 对一位普通运动员的殷切关怀 也激励了一项世界纪录的诞生 1957年10月20日 周恩来克隆一起到北京体育学院 观看运动员训练和比赛 被寄予厚望的女子跳高选手 郑凤荣在冲击世界纪录时 因紧张过度而没有成功 周恩来特地把一束鲜花送给郑凤荣 安慰她说 你还年轻 时间还长着呢 在我们社会的国家 你一定能打破世界纪录 一定会出现 郑凤荣 张凤荣 李凤荣 一定能破纪录 她就这么说 她并不是鼓励我那种 好像好听的话 一个单纯的讲话而已 一定能破纪录 就是时间问题 那果然我不知道 一个月就破了纪录 1957年11月17日 在北京市田径运动会上 郑凤荣以一米七七的高度 打破了美国运动员保持的 女子跳高世界纪录 创造了中国田径史上的 第一个世界纪录 也成为亚洲打破 这项世界纪录的第一人 打破世界纪录以后 我就当时就给周总理 敬爱的周总理写了封信 那封信嘛 就是说 自从她接见我以后 我产生了无比的动力 所以终于打破了世界纪录 就是和她 对我的关怀是分不开的 郑凤荣在信中写道 我能够从一个普通的 劳动人民的女儿 喜欢跳高运动的 一个初中学生 变成一个世界纪录的创造者 这完全是由于我们的党 几年来对我亲切的培养和抚育 我衷心的感谢党 也感谢您敬爱的总理 培养了郑凤荣的 是新中国著名田径教练员 黄健 而引导黄健走上体育道路的 正是周恩来 黄健的父母 曾和周恩来一起 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40年 周恩来在苏联疗伤期间 看望了一些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孩子 黄健就是其中之一 他问了每一个孩子 长大了以后你想干什么呢 他先问的是有一些 什么我长大了当飞行员 我长大了当工程师 我当什么这个那个的 就问了他呢 他就不好意思说了 同学都跟周总理说 Yura 我的俄罗斯名字就是Yura Yura是我们最好的运动员 我连发红了 为什么 我那个时候以为是 连体育就是玩 不严实的事 我以为是周总理会批评我了 别不好意思啊 运动员也是很好的呀 将来为我们国家争光啊 什么的啊 还可以培养我们好多的 当了教练 还可以培养好多运动员 为我们国家争光 在世界水平拿冠军呢 那多好啊 他说这是好事儿 解放以后 我们特别需要 结构人民体制 这方面特别需要 体育的什么干部 学习好事很重要 可是一定要练体育 这样一脚把黄建的积极性给调动出来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好觉 我第一次碰见这个人 说是高体育 对我们的祖国很重要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下决心 我干脆我就搞一辈子 就这样 周恩来的一席话 决定了黄建的未来志向和人生道路 从伊万诺沃体育学校毕业后 黄建在苏联的一所院校担任体育教师 于1951年回国 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体育人才 在建国十周年前后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 一批反映新中国体育战线成就的影片 在全国上映 女蓝五号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影片中女主角林小杰的扮演者 就是国家女排主力队员曹其伟 而更加引起大家关注的 却是曹其伟特殊的家庭背景 曹其伟的爷爷曹汝林 曾作为袁世凯政府的代表之一 与日本签订了丧权儒国的21条 五四运动中 在北京赵家楼的曹宅 被爱国青年学生们焚烧 这样的家庭背景 成为压在曹其伟心头的沉重包袱 帮助曹其伟卸取包袱的 是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 他在看望国家女排队员时 对曹其伟说的一席话 让他如释重复 不久曹其伟意外地收到贺龙的亲笔信 贺龙在信中又一次鼓励他甩掉包袱 这让曹其伟深感温暖 两张指头我最记得了 清清楚楚就是都是鼓励我为主 都是叫我就是不要被家庭出身的包袱 我自己要努力努力争取入团 要好好干 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影响了曹其伟的人生 曹其伟不仅成为国家女排的主攻手 而且还获得第四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 基辅赛区的最佳青年女选手奖 贺龙让曹其伟铭记一生 也让曹其伟思念一生 如今已定居香港的曹其伟 每次到北京时 总要去看望贺龙夫人薛明 以寄托对贺龙的思念 我去看薛妈妈的时候 看见贺老总的那个铜像 他们家摆植的嘛 我真的是跪下来都哭得不得了 我觉得这个影响 贺老总对我的影响是实在是很大很大的 对运动员们来说 贺龙元帅不仅是大家尊敬的领导 更是大家爱戴的长者 在贺龙元帅的家里做客 运动员们感受到的是家的温馨 贺龙元帅 好多运动员啊 他经常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约了来聊聊 谁的名字他基本上都知道 特别是那些打得好的冠军 到家里来 每人都坐下 要有吃的 他留着 这个是给谁的 这个给谁的 孩子们看见 有半筐 那个荔枝 哎呦有荔枝吃啊 别动 啊 他们听爸爸的话 哦 不动 大家谁也不吃啊 说干什么的 爸爸 你又不吃 给运动员放着 马上运动员就 一两天就来了 这个荔枝一定要保护好 我给他们吃 哎呀 大家都高兴 没有问题 咱们留着 啊 我记得就是 关心运动员啊 可以关心自己儿女啊 是一样的 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 蒸蒸日上 国力日强 祖国的感召力 越来越大 吸引了大批海外运动员 回国效力 他们成为新中国体育史上 一颗颗耀眼的明星 其中 就有五十年代初回国的 举重运动员 黄强辉 和他的妹妹 黄莲华 黄莲华 曾获印尼女子游泳冠军 1951年回国后 成为国家游泳队的运动员 和教练员 彭珍邓小兵都会游 刘少奇也会游 主席也会游 陈云 郭总理呢 会游泳 我就开始叫他游泳 大概在三个月之间吧 游泳 我们也是不知道 怎么学得那么快 秦伟告诉我 他每天去BG的时候 今天学得多好 今天怎么游 那么就挺认真的 毛泽东长期坚持游泳锻炼 游泳水平很高 曾经多次横渡长江 在北戴河海滨 毛泽东主动提出 要与黄莲华比赛 主席们就说 你是珍贵部队的 我是游击站的 你们是珍贵顺量 我们是 我跟你比速度不行 他说 比福利好不好 他说 你主席福利特好 站的都可以立起来的 所以他就说 他说 我就跟你比福利 他说好 我们就 反正 一面玩嘛 一面游 一面开玩笑 反正 反正以后就是 他说 你们呢 他说 你是贵国华侨 是不是 我说是 他就算 回来以后 能给我们体育事业 做贡献 也不错了 就这样 在你本单位的话 好好把 引入园训练做好成绩 就是为国成光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是 我说 我一定努力 他说行了 有你计划就可以了 主席家 我们也去过 就是吃饭 陈云的家 邓小兵家 我们都去过 都吃过饭 很简单 然后邓小兵呢 吃面条 完了到那个什么 主席嘛 就是 就是 红烧肉 完了到 周德家嘛 泡菜 四川泡菜 还叫我 那康克青还叫我 怎么泡 这整个气 在印尼 在印尼归国运动员当中 还有一对兄妹 妹妹是国家女子羽毛球队队员 1963年 在接见参加 新兴力量运动会的运动员时 周恩来特地接见了他们 周总理去问人说 你家里现在情况怎么样 家里现在呢 爸爸妈妈多大了 就讲得比较很体贴的 很关心那种的 那从那个以后呢 周总理跟我讲话 我听不懂那个时候 我心里这边难过 就从那个时候就 下界线就学这个国语 周总理除了他关心便棒球 他也很关心乙毛球 因为周总理也很了解 我们这个乙毛球 在那个年代来讲 确实是比较特殊的这个队 大部分都是从国外回来的 所以周总理对我们也是 特别关心就在这里 1975年1月 陈玉娘出席了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会上周恩来报病出席 并做政府工作报告 我现在做政府工作报告 我直念头尾两段 好在今天正式文本 已经应该各位代表了 周恩来受血的面庞 令所有人难过 也让陈玉娘内心隐隐作痛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她的身体不好 她得了什么病我就不知道 但是从她的那个销售到最后 我看到她真的很说那个 我心里其实很难过 几十年来 每当中南海的爆春花绽放的时候 运动员们总会倍加思念 给了自己无数关爱的共和国领导人 我可以这么说 我这个一大国是其他的国家 每一国家的领导 那么高的领导 对运动员那么关心 对这些杰出运动选手 非常的照顾 非常的关心 我发觉他们之间的这种感情 不像是一个领袖 对这个子民 而是一种长辈对这个晚辈 我们的整个体育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 这个发展当中 每进一步 都应该说 有我们党的领导 我们党领导人 对体育的关心和支持 我们不能忘记老一代革命家 如果没有中南毛泽东 没有毛泽东中南赫龙总理 这么一代对我们的这个关心 我觉得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延续的发展 随风前入夜 润物细无声 老一代革命家的尊尊教会和亲切关怀 向涓涓细流 浸润到每一个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 心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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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